這個故事教訓我們要準時 唉 你敢不敢再遲起來? 不敢了 以後都不敢遲到以後都不敢遲起來 救命很大代價 愛 我就是愛去泰 不願意要去看海 有美麗的女孩 晚上就要喝到海 又不贏和不在 雖然他們說的話 我通透都不靠窄 Whatever you out by I'll buy G9 Everything same same cheap cheap You all can buy Banko kosumoi hat ngai Changrai changmai Follow my cha cha 那show me how you're t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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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you kai 早晨第五天的行程 我們今天就要去一個很著名的景點 去曼谷旅行必定要去的地方 網上說的就是這個 叫什麼 曼谷的大皇宮和浴佛寺 其實要去這個大皇宮都很簡單 你只要搭BTS 我們今天可以到這個Taxi站 contributor 去2號出口 你會看到一個中央碼頭 有很多船要等你搭過去 有分別是輪 viral旗旗旗旗 我們就挑選你這個уз names 只有60台 它每個車站都可以分N多好編號 因為皇宮是N9 留意每艘船的開船時間 時間都是每半小時 就要預好時間才出發 好厲害 皇宮走到後面 但是因為現在3點33分 他3點半就收了 所以... 宅一再來過 為什麼我們會來不到呢? 因為你本來很醒 是嗎?關我錢 啊... 忘見目的地,但不能進去 好,所以我們決定去 這個距離大皇宮最近的 我佛寺那裡 來到泰國這個充滿宗教特色的國家 當然要走一走他們的廟 好厲害 入到佛廟最重要是尊重 女生就不能穿這個 不及色的褲 短褲都不行 然後為了保存歷史的價值 他是不能摸裡面的東西 因為避免這個破壞 還有有時候入廟 入到主殿裡面 終於知道你要拜佛的話是要脫鞋的 好厲害 沒有記錯這些應該叫做射利塔 入到主殿裡面 一進到門口 其實門口開始就已經很金碧輝煌了 入到裡面就有個全泰國 甚至全球最大的臥佛 躺在裡面 金色閃閃亮亮的 還有裡面的牆 天花板 很多雕刻的雕花 很漂亮的圖案 很漂亮的宗教 很漂亮的佛教圖案 還有裡面有給你參拜的 但是裡面就要脫鞋 還有不給你戴帽 不,謝謝 在寺廟門口有很多這些 都可以載我們到處去 因為附近有大王宮 我佛寺 黎明寺 可以載我們到處去 但是剛剛問他的價錢 我們現在就要去這個 鄭王廟 即是黎明寺 但是呢 如果你搭CRAP 就只要100泰 但是他開價250泰 所以 嘟嘟 你可以當作體驗當年文化 但值不值就因人而異 我在前面就是這個鄭王廟 又叫做黎明寺 他有這個泰國的艾菲爾鐵塔之稱 和基本字面一樣 可以穿背身無袖的衣服 短褲或者勞背過於暴露的衣服 如果你穿了這些 他有衣服可以讓你裝回你 Thank you 泰國的艾菲爾鐵塔 他也是泰國境內最大規模的大城蛇利式塔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這個塔底 全部都是用一些刺繩來黏出來的 但是一樣都是不用手碰它 或者是嘗試摸它 因為這樣會破壞這個 這麼漂亮的佛廟 後面的位置封了 原本可以走上去 看到嗎?每個塔上都有很多靈靈 這風一吹就會聽到很粵意動聽的靈靈靈靈靈聲 一到晚上他開了射燈之後更漂亮 整座變了黃色 黃色、金色 哇 好,我們到了這個 在網上說這個非去不可的一個夜市 這個漂亮夜市就叫做河濱夜市 為什麼會說它很漂亮呢? 因為它近海邊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摩天輪 在這裡還有一個坐著來玩的鬼屋 對啊,就是坐著那些藍色 然後給這些東西客人 很凄勵的叫聲 那就是啊 這個夜市相對比其他夜市 都比較乾淨 而且是比較漂亮的環境 真的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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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個味道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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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冰了 不要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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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除了外面可以吃之外 而且內街還有很多東西 救命!整條內街都很漂亮 好像去了一個 的士尼大街 OK!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讚、訂閱 下面留言、按讚、分享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好!我們第六日的行程座見 拜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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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